我是北京的校伍 我是本次航班的舰长 欢迎您乘坐中国的航空公司的航空 再见 在任务行业 女性都可以完成 职业所要求的目标 都会变得非常优秀 飞航线飞行已经15年了 飞了11000小时 现在是航线机长校园 模拟机校园和飞行简单员 我是2019年初进入南航深圳总公司 目前是一名副驾驶 飞行经历大概有2200小时 女性飞行员还是有她的特别的特点 耐性比较强 你所有的流程可能更细致化一些 作为女性飞行员就需要有她坚韧的这种性格 来经历所有的这些要求的检查 达到标准 我们更发迹内心丰满于自己 才可以把所有事情做得更丰满 标准就会更高 我认为女性飞行员不应该被定义为特别 飞行强调的是专业 技术 责任 强调的是性格多过于性别的一个工作 女性飞行员和男性飞行员没有什么不同 男性飞行员能做到的 我们女性同样也可以 今天我们飞行员是从深圳标准的往返 整体来看飞行员的电话程度也有点好 飞行员好 飞行员好 飞行员已经放过了 检查都是好的 近几段也没有出发的护照 天气不会因为你是女孩而变得更好 换上制服踏上飞机的那一刻 大家都是一样的 在我们现在的航线飞行中 我们会发现 同行领域里各个职业 都有女性的身影 非常出色和优秀 也希望更多的女孩加入我们 喜欢什么就去做什么吧 这个时代对于女性的要求很高 只要努力才有选择的权利 什么时候都不会太晚 希望大家可以更多得署 帮我发掉过程度 取过必顾调定 未防节 接服务 红龙 收轮 入围 入团 是 技术 使用 入团 入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